Hello 大家好 今天王思拉厨房想分享一个非常简单的运动 这个运动坐在这里做就可以了 而且对于我们身体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们身体的经络 其实有六条经络都会流经我们身体的脚部 所以很多时候人老了 那只脚其实很多时候都会有第一个先兆 例如可能你会觉得脚会没力 或者是那些筋肩容易会痛 那其实我们脚部如果可以经常做一些运动 那就可以令到它通筋活络 那我们身体都会好些 那其实这个动作非常简单 那就是分开早晚都做一次 那比如早上起床 那你可以坐在地上 又或者坐在这张床 大张床就不要太过软 就是那个腱肉不要太过软身 那就可以了 那最主要呢 我们就是 如果脚伸直 跟着呢 就是用力去拉那条筋 那第一个动作就是向着前面指 那尽量蹬直 向着前面指 跟着数五秒 那跟着呢 就向上 那尽量那个脚趾向自己 想尽量指向自己 那又是五秒 那重复这个动作呢 就每日 早上做三十二次 晚上做三十二次 那就OK的了 那其实呢 每次可能是五至五分钟左右 我想都应该OK的了 那其实这个动作非常简单 但是就可以 帮助我们通筋落 那还有呢 也是帮助我们身体排毒 那对于很多时候呢 如果是腰失痛 那这个动作呢 都是可以帮助到的 那而且呢 都是非常简单 那所以你们都可以试下做 那还有这个动作呢 是坐在那里做的 那所以呢 就对于很多 或者行动不变啊 的人来说呢 都是非常好的 那好吧 那我今次的分享呢 就去到这里了 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 就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channel 那还有我很欢迎你看我的影片下面留言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